公務旁的樹林草 從發生火警以外 不時傳來噼哩啪啦聲響 消防隊員拉著水線進入搶救 為了防止火勢擴大 消防隊疲於奔命 在火場裡不斷來回穿梭 此次公務火警一再發生 當地里長一到場 一眼就認出一名縱火嫌犯 通知警方將他逮捕 來 先救 來 跟你先讀全力 事發就在苗栗院里正9號小3點多 這一名39歲成績男子 跑到公墓裡用香煙打火機縱火 放完火之後又自己報案 警方問他為什麼這麼做 他竟然說 因為第一個報案的人都會被稱讚 配合 我跟你講要配合 來 警方調查這一名成績男子 日前就涉及民宅回收場縱火案 每一次放完火 都會回到現場幫忙報案 由於監視器拍下他作案身影 因此一公共危險罪移送 沒想到案件審理中 他又跑到公墓縱火 由於清明年假早就過去了 沒有任何人會來掃墓 成績男子的詭異舉動 立刻就露線 被警方抓個正著 TV新聞 切股金 苗栗 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